抵達德拉瓦州競選總部 現場支持者熱情歡呼 賀錦麗的競選辦公室正式運作 他沿覽拜登原本的競選辦公室主任 接下來就是爭取 並且贏得黨的提名 並且將他和川普的對決 定調為檢察官和重罪罪犯的對決 不過記者會最大驚喜是他 這因為確診隔離中的拜登 口印連線 這也是拜登宣布退選後首次發聲 聽得出來聲音仍然有點沙啞 讓競選總部不少人聽到流淚 而少早賀錦麗在白宮南草坪 接待2023到2024賽季NCAA的冠軍隊伍時 仍不忘稱讚拜登為國家的付出 分析認為賀錦麗目前必須全力爭取 黨內最大公約數的支持 他們期待全民主任的方法 會被背後或他們會失去選舉 他們會有很少的情緒 為了抗爭議 因為他們的觀看 這會延避暢洩 如何在全代會前獲得提名 成為正式總統候選人 就看接下來賀錦麗如何發揮影響力 T&B的新聞綜合報導 擺出辦案抓犯人的架勢 前檢察官賀錦麗 大山川普就是聯邦罪犯 準備來場正面對決 已經完全進入戰鬥狀態 他現是在白宮南草坪面對媒體 可說是他當副總統以來 採訪記者人數最多的一次 美國總統拜登退選後 副總統賀錦麗的首場公開活動 在白宮南草坪 採訪媒體的陣仗比平常 副總統活動採訪要大得多 賀錦麗在白宮的活動 絕大多數的篇幅都在表揚 拜登的政績貢獻 同時他也要力拼獲得各方支持 最重要的莫過於他 就是前眾院議長裴洛西 在一場視訊會議中裴洛西表態力挺 賀錦麗等於賀錦麗拿下了 加州黨代表票 確定獲得提名資格 賀錦麗在36小時之內 獲得超過36週支持 拿下超過2414位黨代表票 同時募款金額也破紀錄 24小時就湧入了8100萬美元 比拜登一整季的募款都還要多 也完全超越川普之前24小時 募得5300萬美元的紀錄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在俄亥俄州的造勢活動上 川普副手范斯炮火四射 范斯大力炮轟拜登退選是半途而廢 再將矛頭指向賀錦麗說他比拜登更糟糕 造勢活動上的俄亥俄州參議員 不僅大喊要支持者一起戰鬥 甚至出言恐嚇如果共和黨輸了 將爆發內戰 雖然川普認為賀錦麗更容易擊敗 但卻被翻出2011年還是傷人的他 曾經捐款5000美元給當時擔任加州檢察長的賀錦麗 支票銀本被民主黨議員放向X平台諷刺 扮演柯南找蛛絲馬跡的 還有共和黨議員重回川普槍擊案現場 痛罵特勤局 而在國會山莊也針對川普暗殺未遂 招來特勤局局長齊多開庭診會 特勤局長開口承認錯誤 馬上迎來炮轟要他下台 儘管兩黨都要他辭職的聲浪 但齊多依舊拒絕 還表示自己目前是領導特勤局的最佳人選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